安全 现在边境或是后市场经查验不合格之情况严重 立即停止其输入查验申请 新制上路违规标准包含加入有毒或是含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假冒以及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的添加物 只要加入一点都算违规 毕竟中国的重大违规已经不是第一次 除了今年的苏丹红辣椒粉 光是2022年到2024年就查获多次 像是猴头菇残留农药漂白剂超标 还有鱼类也验出重金属格超标 2023年则是百合不合格 蟹类有试剂剧毒带奥新 就连酱料食品容器具也都有违规情况 目前除了违规新制 食药署也针对辣椒粉祭出中国辣椒粉条款 也在去年112年12月11日到今年的113年6月10日 中国苏丹的辣椒粉全面采百分之百煮皮茶燕 现阶段的边境查验是依据风险等级区分 有三次机会 如果未改善才会禁止输入 未来检验会更加严格 希望能够完整打官进口的食品安全 三线旋游高官熊 我叫一谈